哈喽大家好 今天玩一下新东西 投影仪和这种电视 就是用比较新的媒体 然后结合摄影这种的 所以多少能有一些新的感觉吧 但是这个电视很严格吧 它什么都没有 你需要连很多很多线 因为这是给就是那个囚犯用的电视 我主要是拍些这个 也不是主要的 就是看能拍出什么样的 然后胶卷呢 我虽然拿了三个胶卷 但其实我只用一个胶卷 过期的富士 然后那个F80嘛 我没用这个镜头 其实我用了几下GFX 因为 然后没怎么用GFX 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它速度太低了 就是就是第一是相机慢 第二是这个你的你的那个快门速度 如果你很高的话 你就会就没有这个投影仪的东西了 你就只能卡在30左右 20左右 40左右 但是机子太大了 你手抖啊 所以我就换了个单法 然后还有那种小的有防抖的傻瓜相机 然后后来闪光灯随便弄了几张 视频呢 如果跟你肃 блок就能看到了呢 是吧 我还还是要制作等的话 这是 然后剩下的就是胶片排的 就是那个富士过期胶卷 然后F80排的 然后直闪 然后我调了一个色 因为你也知道过期胶卷 如果你不调色的话 简直就是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一会可以看到 就是圆图不是这个颜色的 我是调了挺多的 其实但是不管怎么调 富士的根基是在这 就那种紫紫的那种肤色 那种粉粉的那种的 就是我说实话 富士这个我一直不喜欢富士 但是无法否定 无法否定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拍一些比较光怪陆离的那种感觉 你需要你的这个 富士是这种粉的 比较肉一点的 比较就是说欣慰一点 比较比较骚吧 对吧 就是这种的 可能我下次再拍一些 比较更 更过火一点的主题的 就这次其实就是练习 我觉得那天我发了个朋友圈 说有人陪我玩这个东西 然后就 这个妹子就私信 我觉得可以 我说那你明天来找我吧 然后就过来 随便拍几张 后来我觉得 我拍的好奇怪 然后说 我还是随便给你拍张好一点的吧 就是你看他的长相也是比较那种 就是不太 其实我觉得就很好看 就是很那种 说不上来那种感觉 对吧 好了本期就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聊什么 对 你就反正这是我的一个 就是我处理胶片的 处理这种 就是这种过期胶片的 或者是一个 一般其实我胶片都这么处理 就是差不多都会调一下 就是我喜欢用那种烂相机 原因就是因为那种噪点 你可以把它磨掉 然后有那种 就是很骚骚的效果了 好了 谢谢大家 拜拜